我覺得可汗 最後勢必要又有一戰 就是勢必一戰 可汗勢必一戰 那這一戰他的範圍 可以是廣義的 可以是狹義的 狹義的就是說 柯文哲跟韓國瑜 都成為二零二零的總統參選人 所以兩個人就要去參選 而且要贏過對方 看誰當選 會有人失敗 這是狹義的柯汗勢必一戰 但廣義的柯汗勢必一戰 就是柯文哲跟韓國瑜 韓國瑜講這個話 兩個美女在對看的時候 美女都是受關注的 因為是美女 而且美女喜歡被關注的感覺 或許啦 有的美女不喜歡 但是我是美女 我被關注 我發現我對面也做到一個美女 很多人也在關注她 那到底是她被關注的更多 還是我 眼神突然就透出惡毒 就是我不可以讓她壓過我 那現在北科南韓 就是臺灣的兩個政治明星 都是市長層級 都被賦予要選總統 然後剛好民調 都是總統民調當中的前兩名 這種時候彼此就像我常常講的金字塔 當你還是那個站在市議會被王世堅背巡的市長 跟北農總經理的時候 你們可以視為一個團隊的 你可以當他是長官 他可以當你是部署 可是等到往上走到了金字塔的頂端的時候 就像朱立倫跟王金平也是一樣 過去也不見怎樣交惡 可是現在只能選 只能有一個總統提名人 總統提名人最後只能有一個總統當選人的時候 金字塔頂端只能站一個 孤風頂上 就是就是只有孤我一人 這種時候 柯文哲跟韓國瑜就沒有辦法再跟過去一樣 那樣水乳交融 他勢必會以戰 我為什麼講廣義 就算韓國瑜最後沒有選 這有很多排列組合 等一下我們會好好討論 就算韓國瑜最後沒有參選總統 可能是朱立倫 可能是王金平 他能不在這一局當中有角色嗎 這些立委們難道不要韓國瑜 像鄭世維 像謝榮介 這樣子請你來我的場幫我站臺 幫我拉臺的狀況不會發生嗎 不管韓國瑜選不選都會發生 那柯文哲同樣也是 那柯文哲現在面臨的問題是 他沒有黨